马兰部落的妇女们 在马兰聚会所离跳着传统歌舞 向隔着竹子线内的亲人对话 及送交物品 有香烟 酒 槟榔 饮料等等 表达慰酪之意 这几个家族妇女 对自己的亲人做米宝萨慰酪 在聚会所内交出自己的长辈亲人 来接受物品 送完之后 这一家族再到康乐的一宁部落 送物品给这里的部落长辈 送完后再一起跳舞歌唱 这项传统数十年来从未中断 台东市原本只有马兰一个部落 国民政府来了之后 制定新的法令 加上都市计划执行 让马兰部落土地快速流失 也因为这样才迁到台东市郊外土地居住 形成十几个部落 尽管部落瓦解 不过仍然以马兰部落为大事 尤其部落60岁以上的勤劳 经统计多达92人左右 显示老人社会结果形成 台东市阿美族吉隆曼岸风年祭 进行非常严谨 其中60岁以上的勤劳要留在聚会所内 青年要到海边进行米格谢海祭的活动 今年由公园队年龄阶层 负责海边磨身技能训练 以及青少年的成长 米格谢海祭仪式是在7号 在部落进行传统交接仪式 隔天上午公园店 在带着青少年前往海边进行 米格谢海祭仪式训练的工作 不过8号的天气 却受到晚雄台风外围团领影响 出现大浪 米格谢海祭仪式 8号下午3点来自马兰部落较低阶层的四位族人 也带着酒 槟榔 香烟进入营地 但也有严谨规范 进入营地 米宝萨 味道 要经过报备过程 这些仪式都是过去老一辈 代代相传的仪式 过程一个都不能少 1.7天的马兰部落给我们按记仪 尽管部落瓦解 主人善居各地方 但他们仍然努力传承文化 记者布鲁卡扫夫院台东 权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